道歉暢不作民事案證據道歉發展歐洲諮詢、 明報專訊、發生不行事故事, 造成傷害者或因擔心負上法律責任而不願道歉 2012年南亞海難、海時署被揭發不少監管錯漏 市任海時署長廖漢波在司法八個月後才道歉 政府作就制定道歉法例發出諮詢文件 諮詢公眾六週至8月3日文件建議道歉及道歉時披露的事實內容 不能作為民事訴訟及專業人士紀律處分程序的證據 以鼓勵事事者道歉,但不包括刑事訴訟 至於規管法律程序與有關證券、保險及地產業的監管 文件亦建議納入豁免,但因特殊性質 仍要諮詢公眾亦不可作專業紀律處分證據政府作發表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諮詢文件 參考了56個普通法師法區的道歉法例 建表,建議在香港制定獨立成章,適用於民事及其他形式的非刑事法律程序 包括紀律處分程序的道歉法例,涵蓋全面道歉 即包括承認過失,並適用於政府文件又建議以道歉方式承認申索 不會延長文事訴訟的時效,也不會影響道歉者保險的成保範圍 廣大法律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說 由於刑事訴訟的取證教嚴謹,不擔心有人道歉後會構成其中一項刑事訴訟的證據 至於其他規管法律程序取證較寬鬆、道歉或對有關程序有影響 必須取得平衡文件亦指出,有關規管法律程序或會對其針對的人造成嚴重後果 如某人因事長失當行為而被禁止擔任上市公司董事 性質特殊,故營耀資深公眾立法會議員途謹申說此條例最大用家市政府 用二區分政治上道歉及法律上道歉大律師公會原則上贊成立法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作討論有關立法 委員會主席梁美芬對當局為立法作諮詢表示 歡迎條解督道委員會成員王國英稱 有關法例並非強制某人道歉,而是旨在澄清道歉並不代表承認責任 不可接納為民事訴訟證供及裁定法律責任的因素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稱,過往亦處理過不少不肯道歉的個案 認為立法有意義大律師公會代表監曼格拉特羅尼亦稱原則上贊成立法 議會議員梁北欧